1889年有個男孩子在波蘭首都華沙的一條老街上迷失了路 他眼前那些人看起來都是一副又窮又餓的樣子 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 這個男孩子真是希望自己可以幫助到他們 如他做了國王他開始就想像自己騎著一匹白馬 他一定會為這些孩子創造一個更美好的角度 在那裏沒有人會再受苦 而這部書說的是柯澤克的故事 他是一位奉獻自己生命給孩童的人 柯澤克他的家境富裕 而且從小避受家人的痛愛和呵護 他喜歡一個人玩 常常用積木建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王國 如果在那裏有小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他一定會挺身而出 爸爸媽媽看到兒子每天沉迷在想像的當中 不免會有幾分的擔心 只有奶奶完全理解柯澤克 柯澤克想要改變世界的夢想 就告訴他奶奶 他說他要把自己的錢全部拿出來 幫助他們遠離貧窮和飢餓 柯澤克在五歲那一年 才知道自己其實是一個飽受歧視的猶太人 柯澤克和爸爸沿著海堤山步 讓他看到有人為了生活要付出苦力 他們又走過華沙的老街那裏住著最貧窮的人 柯澤克第一次在那裏見到窮小孩的艱難處境 對柯澤克來說上學的日子是不好過的 因為那時華沙被俄國人佔領 所以在學校一定要說俄國話 另外孩子們都沒有被很好的對待 只要犯一點點的錯 他們就會受到很嚴厲的處罰 甚至被打 而沒有人去質疑這樣的對待 只有柯澤克在心裡面想 這樣是不對的 在柯澤克十一歲那一年 他人生起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他所深愛的父親得了重病 七年之後他父親又離開這個世界 柯澤克為了支撐家計 開始去當家庭教師 他見到家人為著生活所苦 柯澤克更加下令決心 要幫助那些比他們更窮苦的孩子 他除了帶食物去到華沙路街給那些孩子之外 又帶給他們很多的盼望 他試圖改善孩子生活的信念 一直都沒有改變 柯澤克要上大學之前 已經清楚的知道他未來要奉獻給小孩 所以他進了醫學院 但是他的學業是因為統治波蘭的俄國 正在與日本開戰 而被迫中斷 一生經歷過三次戰爭的柯澤克 就在日俄的戰爭當中 首次以軍醫的身份被派去到戰地 他不僅要照顧雙兵 又要救治被戰爭波及的孩子 他因為親眼目睹 而體認到真實的戰爭 和小時候所想像的戰爭遊戲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戰爭結束之後 柯澤克白天在這個專修猶太小孩的醫院工作 晚上免費為這個窮人家的小孩治病 深夜回到家 凱澤克選寫文章 在他所寫的評論和書籍裡面 他提到很多對教育和孤兒院的想法 30歲出頭 他已經成為知名的小兒科醫生 作家以及兒童權利的擁護者 那時候孤兒院救援協會 他正計劃要建一間收容猶太籍兒童的孤兒院 他們邀請柯澤克擔任院長的職務 柯澤克很快就答應了 因為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可以給改善兒童的生活更重要 他想讓孩子們過更好的生活 為此他放棄了醫生的職務 開始籌設孤兒院 為了創造一個讓孩子們快樂長大的地方 他先後走訪巴黎、柏林、倫敦 很了解更多孤兒院有關的事 然後他和他的建築師緊密合作 一起設計他心目中的孤兒院設施 1912年孤兒之家落成 柯澤克和他的工作夥伴 一起迎接孩子們的到來 柯澤克依照他的想法 讓孩子們自己管理自己 他們選出議員 再由議會定定大家必須遵守的規則 這規則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 就連柯澤克和他的工作夥伴也不例外 兒童法庭同樣由兒童們運作 由法庭決定不守規則的人要如何處罰 不過法庭的最高原則是寬恕 柯澤克告訴孩子們 有時犯錯是一種學習 他可以讓我們避免重度覆轍 每個星期他們會發行一份報紙 所有的遠童、老師、遠童的朋友 以及柯澤克都可以投稿 星期六吃過早餐 柯澤克就會和孩子們聚在一起 討論一個星期以來發生的事 我值得討論的問題 只要有新的朋友進來孤兒院 前三個月就會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遠童陪在身邊 就像父母那樣照顧這個新來的孩子 有一天這個新來的孩子 也會變成去照顧新進來孩童的人 柯澤克認為這樣做 可以建造出一個真正的大家庭 在那裡 孩子們會看重自己 並且在耳魚目染中學到愛和尊重 一升至今 接著是來自行的 跟著我們 有很多人會看重點 我們在做一個人的一種 也會在做一個人的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